女人突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 她看到自己八岁的女儿 竟然变成了九十多岁的老太婆 杰西质问老太婆她的女儿在哪 傑西将老太婆扑倒在地 并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然而就在杰西扯下老太婆的面纱时 只见老太婆瞬间又变回了女儿 受到惊吓的女儿赶紧躲到一边 这时管家闻声赶来 随即她就把女孩带出了房间 管家询问杰西为何要对女儿动手 杰西哭着说道 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因为她刚才确实看到有个老太婆 并且老太婆还模仿女儿的声音 管家认为 杰西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产生的幻觉 她劝杰西要多多休息 回到房间后 杰西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丈夫 她希望可以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安慰 可没想到 丈夫听后却一言不发 站起身就要离开 随后丈夫表示 战争还没有结束 她要尽快回到战场 杰西听后惊讶不已 战争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为什么还要回去 可丈夫依然坚持战争没有结束 杰西崩溃的大哭 她不想让丈夫再离开她和孩子 看到妻子伤心的样子 丈夫不禁哭了起来 因为她也不舍得离开这个家 但她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 两人在分开前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杰西醒来后发现 丈夫果然离开了 而且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她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丈夫会变得如此绝情 然而正当她沉浸在悲痛中时 房间里的女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听到是女儿的声音 杰西立马跑回了家 她冲进女儿的房间 此时姐弟俩正蜷缩在床下 杰西仔细一看 房间里的窗帘竟然不见了 来不及多想 她赶紧脱下衣服先将两个孩子盖着 然后再前往其他房间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其他房间的窗帘也全都消失不见 情急之下 杰西只好找来一块黑板挡住阳光 安顿好两个孩子后 杰西立马找到管家和佣人 她大声地责骂两人不应该把窗帘拆掉 面对杰西的指责 管家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并且他还告诉杰西孩子们 该见见阳光了 杰西听后当场暴谋 明知道孩子们对阳光过敏 可管家还要这样说 杰西认为三人一定是疯了 于是他立马跑到客厅拿出一把猎枪 然后逼管家交出所有钥匙 接着他就把三人赶了出去 此时的管家再也无法忍受杰西 他告诉花匠是时候该动手了 杰西想把家里的窗帘重新挂回去 他找遍了家里所有角落 可就是找不到窗帘在哪 难道是被管家藏了起来 于是杰西立马来到管家的房间继续翻找 可找了半天他还是没有找到窗帘 然而就在这时 床垫下面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杰西的注意 他拿起一看 这竟然是管家三人的遗照 杰西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 姐弟俩正牵着手朝树林里走去 因为两人觉得母亲已经疯了 他们要去找爸爸回来 可姐弟俩走着走着 就看到前方出现了三块墓碑 然而等姐姐走上前一看 墓碑上面竟然写着用人们的名字 姐姐刚想要告诉弟弟 可转身他就看到管家三人正朝着他们走来 来不及解释 他赶紧带着弟弟逃跑 还好母亲及时出现 母亲让他俩躲进房间 自己则留下来对付管家 看着步步逼近的三人 杰西举起猎枪扣动了扳机 可怜开竖枪后三人却安然无恙 管家告诉杰西鬼魂是不会被打死的 听到这话 杰西吓得撒腿就跑 他迅速跑回家里将门反锁 很快管家三人就来到了门口 杰西哭着求管家放过他和孩子 可管家却说 我们都必须学习在一起 生命和死 如果你死 因为你败 我认为我们都离开你 你认为他们会 谁 这是楼上突然传来女儿的尖叫声 管家告诉杰西 不速之客已经找到了姐弟俩 你赶紧上楼去和他们谈一谈 虽然不理解管家说的不速之客是谁 但杰西还是壮着胆子走上了楼 然而当他打开女儿的房门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只见几个陌生人围坐在一起 而中间的老太婆正是杰西之前看到的那个人 这时老太婆把女孩叫到身边 并对女孩说道 你们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不愿离开 原来杰西一家才是真正的鬼魂 而老太婆则是一位灵媒 她受房子主人的邀请来家里通灵 此时的杰西已经崩溃了 她不敢相信她和孩子们已经死了 于是她愤怒地来到姐妹面前 将桌子上的通灵纸全部撕掉 在老太婆得知杰西一家不愿离开后 她只好劝道房子的主人最好尽快搬走 等杰西冷静下来 她也终于想起了一些事 因为当时她无法接受丈夫死在战争中 所以她就用枕头捂死了两个孩子 然后自己又饮淡自尽 但可悲的是 杰西在死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于是继续在豪宅里生活 就这样 直到新房主的搬来 家里的怪事就接连不断地发生 因为杰西和女儿都是通灵体质 偶尔能感觉到人类的存在 所以这也就能解释 杰西为什么会听到钢琴声 女儿为什么能看见有人出现在家里 其实一开始 管家就一直想告诉杰西所有真相 可他又担心说出来后杰西不能接受 所以他只能委婉地暗示 可杰西始终都没能领会 电影最后 约翰一家知道房子里闹鬼 于是果断选择搬离了这里 而杰西和他的两个孩子 还会一直生活在这栋豪宅里 看完这部电影让我不禁想到一句话 你凭什么确定你这一生当中见到的都是人呢